近日,复离维和部队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助力大使馆共同举办的携手共进竹梦和平春节联欢会在中国第17批复离维和部队营区举办 当日,大红灯笼、中国节、福字简纸、春联、采旗等中国春节传统元素把营区装点的喜气洋洋年味十足 各界友好人士、国内慰问团、维和官兵互道祝福 请您好 在联欢会舞台上,艺术家们将琵琶、竹笛、二胡等中国古典乐器与探戈、街舞等流行元素结合起来 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中西合璧、形式新颖的视听盛宴 非常棒,非常严重,非常严重 你很严重,非常严重 你的国家给你很严重,非常严重 他们来到这里来到这个课程 一定是人们在这个节目中 都非常享受 非常享受 我可以说 这是一个最好的节目 我曾经经历过 在这个独播中的独播中 谢谢你 吉杨的音乐声响起 两头狮子迈着欢快的舞步上台 维和官兵表演的省尸腾飞 赢得了满堂喝彩 官兵根据维和生活改编的歌曲 《战事》《红艳》 《我和我的祖国》等节目陆续登台演出 中国风成为舞台亮点 在2019年的年代的美好的节目 我想全是一场节目的 我们希望祝福的年代 祝福的年代 中国人和秦巴 他们在这场节目的领导 都会有足处的 我祝福的年代 祝福的年代 我们希望大家 全是一场节目的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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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 携手共进 竹梦和平春节联欢会 包含连离欢乐春节 和平送雕像揭幕仪式 和军民联谊联欢三个内容 连离高层 各出兵国指挥长和业务部门主管 黎巴嫩南部省军政要员 以及中国维和官兵代表等400余人参加